那部分我们是直接执行 那假如说我把执行启动表单 然后比如业务人员好了 先从业务人员开始也是一样按确定 那排完序 这个地方多一个删除 这程式码可能少了一个确定 没关系这地方的话 如果说我 产生的工作表 如果假如我要排序好了 比如说我排序的顺序 我希望是由笔画小的在前面 笔画大的在后面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基本上你程式已经写好了 那你是不是要增加一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是哪样的功能 特别注意就是实际上 我们有做一个动作 按右键不是有个复制吗 在最前面复制之后 这边也建立副本 在问题9的前面 所以我录下会有个before问题9 那这个部分就产生一个 那我们在这个业务的地方点一下 资料的地方做什么 一说重复 然后根据什么 先取消全选 根据业务按确定 OK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的顺序有没有 基本上是按照什么顺序呢 因为我们I等于2到 这个顺到7嘛 对不对 所以它会按照这个顺序 那其实 如果我输出的时候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先把这个顺序 改变一下就好了 怎么改呢 看你要按照什么来改 如果将来你们有什么 假设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进入 就是进入公司的日期 就是就是 等等 你可以按照那个日期排序 假如说我们今天比较简单 用怎么用这个 它的这个地方 用它的笔画排序的话 那基本上 笔画排序非常简单 在常用里面 用 排序其实A到Z就可以 因为A到Z是像 如果是数字它会有小到大 如果是中文 如果英文的话是A到Z 如果中文字它会有笔画多到小 这个是以SEL里面的规则 那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动作我怎么样把它再加到程式里面去 其实非常简单 以后如果说你们写完的程式 还要再加新的功能的话 基本上怎样 你在按这个动作之前 你先彩排一下 那彩排OK 它会跑对不对 那你就怎样呢 再把它复原一下 再做什么呢 做开发人员 入字聚集 假如说这个动作我们不改 或者你打一个排序好了 它就是一个排序 按一个确定 然后呢 第一步就游标先放在C1 然后再来就是